大家好,欢迎收听开声看真点亚冠特别版 8月19日下午3点,在日本棋浴市的葡营区场体育场 会进行亚冠杯的16强 又或者可以说是东亚长区的8强赛事 正正这场赛事就有我们香港代表结智大战来自泰国球会的巴吞联 首先就要欢迎今集我们又再次邀请到特别嘉宾 专责介绍泰国足球的专业东音波的版主Gary 多谢 你好你好Gary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我稍稍讲一下巴吞联 然后就交个球给你,让你可以介绍一下 跟大家介绍一下巴吞联 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实巴吞联的球会颜色 虽然现在看到会费是蓝色 但其实在18年之前,他主场的衣服都是绿色的 至18年之后到现在才是蓝色的 他的会费就像一个六角形盾牌的形状 中间就有一个白兔子的头 头下面也有一个白色字写着BG,Bartum United 不知道他这个标准呢 又跟他们这对球的风格相不相似呢 你讲到他的标准的兔子来说 首先讲到兔子的来源 据说是因为老板是生肖熟兔的 所以就用了兔子来做标准了 说打法来说,如果只是说他今届在亚冠分造赛的表现来说 坦白说也有一点兔子的 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分造赛的时候他有主场之力 对手也不是太强的之下 但是他打出来的风格有点绑手绑脚 怕输多过想赢的感觉 虽然他们的成绩是不错的 三胜三合不大出线 但是表现其实是比较令人失望的 但是幸好他们都是如果当时分造赛之后 紧接是踢16强的话 即是立刻对截截的话 其实巴吞联是有点危险的 从气势来说是很危险的 不过就是现在国家隔了三个月 巴吞联首先可以重整旗鼓 而来也可以签个新 理论上他们双方都可以换过所有球员 巴吞联也换了一些球员 也签了一些新的球员 所以就应该对截截长摩 就应该不会再吐死了 哦这样 那也挺有趣的 原来他老板是熟悉的 所以跟Logo都有些关系 对说是这样的 巴吞联我们就比较少听 相信香港的朋友 通常都会听到姆里南 究竟巴吞联在泰超区 他是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泰超区 那Gary可不可以和我们稍稍讲一下他的历史呢 BG巴吞联 BG其实就是Bankock Glass 就是曼谷玻璃 可能是 巴吞联可能都听过曼谷玻璃的 因为之前在香港球队来泰国第二身赛 都有跟曼谷玻璃听过友谊赛 曼谷玻璃也在14年赢过捉重杯冠军 也有踢过雅冠内违赛 在之后一年 所以大家可能对巴吞联可能比较陌生一点 但曼谷玻璃我相信是应该会听过的 在曼谷玻璃的时代 就是他之前那个时代 曼谷玻璃也是一直在上游 那他的班费或者阵容要拿冠军后就差一点 是不够武利南蒙通那些差一点 那他只多执杯赛 就是他一直都是保持着这个位置 而他们在14年都拿过重杯冠军 另外在18年都入过联赛杯决赛 但是18年那季都算是关键的一年 那他们很不幸就是降班 就是紧紧最后一回合是呼吸失败 那他19年就是降格班 那也都可能对方也都算是 算了名为BG巴吞联 巴吞其实就是他那个所 他们的根据地那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巴吞他利 那个名叫巴吞他利 所以就BG巴吞 就是等于香港球会落区那样 有点像我飞马落区做天税为飞马 是的有点像这样的情况 但是BG他们本身都是属于巴吞他利的地方 是的 不过现在就是正式 正正式式在队名 整个队都加上那个地方的名字 那他们一降班就立即回到2020年的时候 嗯 他们是少数 在泰国少数就在财力方面 就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球会 他们少数没有受到疫情影响的 那可能他们本身公司就是泰国乃以东南 数一数二的玻璃心肌行商 做失业的关系可能受到这些疫情 经济打击比较少了 而事实上他们今年落成一个新的训练场 都是在疫情的时候动工兴建的 嗯 其实他们在说是三年后 会准备有一个新的住场落成 嗯 外力方面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的 所以也可能因为他们降班的关系 可能他们高层觉得是棋子大辱 是的 所以一升上来之后就一定不可以再这样了 要做拳营班 是的要落分 另外他们也是趁着疫情 都在茂里南和蒙通团都分别拿了一个主将 找了一个主将过来 是的 所以令到他们在那个球季很顺利 是拿到联赛半军 以近乎无敌的姿态拿到联赛半军 是的 不过上一季就因为他们又换换教练 还有又受到双兵困扰 那变了在前半段的时候 那个表现是比较重当 于是落后于茂里南 但是去到今年2月左右的时候 你换了是前日本奥运队 就是2016年里约奥运的日本奥运队教练 朗昌森城 在日本教练执教之后 这个战绩就开始稳定了 是的 到茂里南都去到最后阶段 就是本来可以很早就拿到提前封王的 变了逼到最后两三回合才可以加点 是的 可能在上季的受判深则经过上季适应之后 再加上今季整个阶段去准备队 BG队在新一季 不只是本土联赛 对着杰志都应该会有一个更加好的表现 BG队在未来 都应该会保持巨型版的姿态出现 将来 而他们本身在曼谷队上 位置不是太远 他们本身旗下都有很多的训练场 所以将来可能有机会去到香港球队 或是香港球迷 去得回的时候都不妨去看看 去召唤一辆车上去看球队 或者是香港球队要去集训的时候 在将来若有赛 都不妨去找BG 听起来这对球队很有野心 是的 因为已经取代了蒙通联的 其实泰国的大格局 大曼谷范围 曼谷和曼谷队上的 比如曼谷队 BG队队和泰国市内的一些球队 比如泰港等等 那格局是他们大曼谷球队对抗其他 外省府的球队 外省府的球队 台北的青内联 泰国的武里南 那个格局是这样 以往就是蒙通联 代表 对着外省府代表武里南 现在就由BG队队取代了蒙通联 对国武里南 那今季他联赛 就跟蒙普里南 肯定是撑坊头了 听起来都很刺激 是的 其实他现在除了在亚冠杯 今届分组赛成绩 不算是很标青 但是他 在泰超来说 他又属于 什么 是属于什么 位置的球队呢 现在已经属于 班伯 可能以往大家听泰国的 泰国联赛 泰国波都觉得 我是武里南 不是蒙通联 因为之前在亚冠都是建理良队 甚至乎来香港 踢祸水杯 踢一场友谊赛 都是武里南蒙通联 现在就因为蒙通联 之前疫情关系 趁这个疫情关系 他们是 就是改造 就是减少了支出 用年轻球员 就是大重组 你可以说是韜光阳晦也好 梁化收缩也好 现在就是 武里南最主要对手这个地位 已经换了是BG巴登联 所以现在BG巴登联在泰国 是属于班伯级的球队 就是和武里南同一级的球队 原来是这样的 已经 其实因为我没有看大超 但是因为 阿冠杯他们会和杰志对吕 我都稍稍看过他的精华 其实精华 都很常会看到有两个球员 这两个是我自己看精华看到的 有一个来自巴西的迪奥高山道 然后有一个来自新加坡的芬迪 我看你之前有一些集数都有提过这个球员 他这个阵中有没有 除了他们两位有没有 值得留意下的球员 你都觉得是 这场球可能 他们都会影响到一些 BG的呢 BG其实他们是 尤其是阿冠分组赛的表现 他们其实弱点是两集的 比较弱的 他们都 都签了一些人 他都签了一个 菲律宾的国家是 是借斯古伦 是打右边的 另外他们 中坚也签了一个 新的巴西中坚 来自布洞亚 月祖的 叫做 卡斯奥瑞德 但是呢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人 就是他们 在分组赛时表现很出色的 委内瑞拉中坚 叫端尼斯 端尼斯 他之前是听武利南的 在2018年的时候 来香港和 杰治周赛的时候 他也有在证 当时他仍然效力武利南 他在泰国联赛 他也有西班牙护照 他在泰国联赛 应该是用 他本西班牙护照 为注册 所以你找资料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 他用 他的名字旁边是 西班牙国旗 可能觉得他是西班牙球员 但其实他本身是 委内瑞拉球员 有这样的 不过他在后防 他除了在后防 稳定之外 他出波 放过波上前面 是很准很准的 是很准的 往往是 第一个攻势 就是由他在后防 第一脚 割下插动 所以除了是说 BG前线 当然那两个大摆前锋 加上 在之前踢过JD的邓达 要留意之外 在进攻的时候 无论攻防 都要留法 反而都要留意 后防这位端尼斯 应着端尼斯 所以大家 如果杰子听到这个 都值得留意一下 另外 本土球员方面 就可能之前大家 新闻都见过 就是他们青内联的队长 比利威就加盟了 BG巴特联 这位分组赛 都跟杰子交收过的 根据赛例 他是可以上阵的 是可以上阵的 就是可以对杰子的 这个都 他在 分组赛 其实他表现 都有少少令人失望 但是当时 青内联的情况 就是非常之差 又没有钱 在第3级别 找些人上来 凑数 帮连大队 也有少少 独力难知 但是来到BG 他中场拍档 就是 在泰国国脚沙 因为之前都下历过蒙通恋 也都来过香港 踢河水杯 他在泰国国家 其实 这一期 他两个都经常拍档 在泰国国家 是国家队拍档的 所以就是 就是 转了来巴塞联队 又强了 亦都中场拍档 都是在国家队 夹眼夹熟的之下 看看比迪归会不会 都会有好的表现 另外 其实BG 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都出了 三千万猪左右 三千万泰铢 在春暮里 找了一个 泰国国脚 叫做和乐志 嗯 他那个样子就很年轻 很乖 之前他分手赛表现 都是有点失望的 但是他在之前 上个例子 8月6号 一场泰国冠军 对武利南的比赛 那他有一刻入波 看到他都 都非常之有功加 是的 在这样的 小范围里面 连过两个 就是再 就是瞄射入网 是的 嗯 如果他今季 就是终于开竅的话 因为之前其实他 大家对他的期望都很大的 我觉得他潜力很高 但是过了好几年 都还是 未来新星 是的 都还未成熟 是的 但是如果今年 今年终于成熟的话 都对于 结智都是一个威胁来的 就是 整体来说 就是 BG巴园分组赛表现 未止是可以完全值得参考的 是的 可能 你说根据BG巴园分组赛表现 去评估这场球 就未必是绝对准确 嗯 明白 因为始终他都 听Gary你这么说 其实他 前中后都有一些 补充 补强了 所以对比他分组赛 实力又 有可能会有些不同 那么 在这里 值得说一下 就是 除了 刚刚讲开巴吞联 也都顺带一提 说一下 结智的近况 直到今天 其实呢 他们在7月26号的时候 去了 韩国集困 亦都约战了 当地 五支球队就有一个友谊赛 他们将会在8月15号 正式出发去日本 去打这个 淘汰赛 暂时 他们进行了三场的友谊赛 是两胜一负的 本身今天也有一场赛事 但是 就取消了 可以讲一讲 他们的战绩 就是 8月1号 他们以3比1 就赢了KLIC2的球队 安山6人 当中 丹恩努域就连入了两球 杜马斯入了一球 8月3号 就截至2比1 就赢了扬州市民 是属于KLIC3的球队 入球的球员就有 明家索夫 以及 都是丹恩努域的 8月6号的时候 截至2比4 就输了给一对 就叫高阳KH 是属于KLIC4 4级球队 当中入球的球员 依然都有丹恩努域 和巴尔拿 但是如果说保强方面 这届截至 只加了4个新的球员 分别来自东方龙斯的 费兰道台米基尔 前香港 U23的代表 周元德 以及来自进峰的 佐敦布朗 但是走的球员 走了 都12个人 有些人借走了 如果值得一提 就是他们的后防大将 就是 谢家强和 霍俊炯都约满离队 其实看到他们 都走了很多人 又想问一下Gary 结智这个情况 好像跟巴吞联有些不同 他走的人 比他离的人多 那个实力 就这样看就好像有损 你觉得这场对决 他们又会怎样呢 始终涂泰赛 一场过 就 什么情况 可以发生的 等于其实上届 就是上届 亚冠 BG班 对 就是在涂泰赛 对全北 当时我们赛前 是 刚好 三 就是 所有的 俗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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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伤了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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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的外援 才是 一个新加坡的后卫 和一个菲律宾的中场 其他全部都是泰国球员 其实当时都以为 巴吞联应该 对着全北应该 输硬 被人大炒 但结果是 都可以逼到 可以逼到对方 是互射审义马的 嗯 是的 所以 所以 虽然 这次来说 可能有些球迷 觉得 用上届的泰港 和今届分组赛 对清来联 来做一个 衡量标准 觉得 可能BG 我们对泰国球队 是赢了三场 没有一场 这次对着BG 巴吞联应该 都不是太差 但是其实 上届泰港 它是一个 比较有点 混乱的情况 是的 组均也完全 完全大 大失误 是的 无论人数也好 教练的流 去流也好 是的 今年 今届青内 也更加 是莫财 是的 也是一个 完全 很差的情况 相反 BG 现在 财力不受财力 财力 不受财力 财力 不受财力 另外 陈勇 也经过这几个月的调整 所以 暂时牌面上来说 预测 财力不受财力 财力不受财力 应该是财力不受财力 应该是财力不受财力 是的 但是你始终 正如我刚才所说 涂太唱了上个月 也不要说完全 没有希望 你说到财力不受财力 之前的热身赛赛过 我都说回BG巴登团 的热身赛情况 好吗 好啊 BG巴登团 到这一刻 重新復操待户 到这一刻为止 一二 赛了七场球 其中六场是有二赛 一场就是8月6号 对武利南的泰国冠军杯 类似英超慈善团那样 有上届联赛冠军对杯赛冠军 因为上届武利南是三冠王 所以由联赛亚军的 巴登团去对武利南 这七场球里面 巴登团是赢了的 这七场球是赢了的 包括之前对武利南 包括8月6那场球对武利南 8月6那场球对武利南 有二赛就没有公开骗戀 比较闭门 他有些赛事有些赛事有讲到哪个入球 就是没有骗戀的 但是武利南那场球就有直播 我相信也可以找到片子去看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那场球对武利南下半场很早阶段 就是49分钟左右就有个球员是红派出场 参考价值就基本上只得上半场 那场球对武利南 其实那场球对武利南也是赢成军势的 但是这个截止方面可以自己找找渠道看片 可以看巴登团的表现 可以研究一下本场 总之这一刻为止巴登的气势是 你看到七场球赢了 是很好的 雙兵暂时都没有什么 是 而新赛入球的球员就 之前说过新加坡的前锋 艾森分敌 是 是入了七场球入了五球 是的 包括之前对武利南那场球 是的 所以 正如我以前说过 或者可能大家最近都听过 就是 除了留意 BG阵中的名将 比如迪奥高 特达之外 艾森分敌可能反而是威胁最大的一个 嗯 我都做了少少研究 就是艾森分敌其实都很年轻 就是23岁 都真是年轻力壮 一米八四高 这个前锋 还有在泰超来说 他好像入球的数字都不少 那他是今年年头才加盟 嗯 嗯 所以你说他不是上下纯射手 当然因为他看得半季 是的 明白 他适应不久就已经很快 很快融入BG里面 所以也在泰国原赛都很杀色 他本身是新加坡一位名将 可能一些年纪老一点的球迷会 一些资深一点的香港球迷会 可能会听过 新加坡一位名将叫分地阿门 总之是这位名将的儿子 这个他是 另外他有个哥哥也是踢BG巴顿的 他哥哥叫艾云分敌就是踢后位 他就是艾森分敌 弟弟就是踢前锋 他本身都是欧洲踢外的 是欧洲过来的 是的 你看他的风格 他有一个飞入新加坡前锋 我觉得我没问题 但其实他是在欧洲过来的 值得留意 还有他说 他标出来的高度是一米八四 但是在场里面感觉不止一米八四 你看他顶上攻击是非常之好的 对暴利娜 那场球也订了一球很漂亮 死角 在接近禁区顶位置 就是禁区顶位置 一顶一顶死角人望 所以就是 所以要非常留意 当然迪奥好和邓达 虽然现在年纪就比较大 34-35岁 但是狗泰一场过一场爆发的话 你怎么都不知道他们可以爆出什么出来 迪奥达还是泰国国家队的主席前锋 迪奥好和一些爆发力稍微减弱了一点 但是波利和异性都在 对杰志后方要打上十二分精神 没错没错 就这么听 刚刚Gary你说 现在这个 巴吞联 如果是用冰顶来说 他们的球员都可以说是全部向上战嘴的状态 那么 听了这么多 但是始终正如你所说的 这场球员是一个一场过的赛事 那杰志虽然看低一线 但是 不能直接就定了他的输赢 如果香港的球迷这么多位 8月19号 用不同的途径 看看如何支持 我们香港的代表杰志 去对这个巴吞联 那说到这里 我想大概 大家对巴吞联也会有多一些认识 假如有兴趣 正如如Gary所说的 上网我们都可以找得到 他最近踢的 和武里南的这场比赛 也可以看一下 留意一下这个对手 那 说到这里 那就很感谢Gary 今天上来和大家 去分享 关于巴吞联 因为我们香港的球迷 可能都会 对于泰国 没那么熟悉 也如果有兴趣 留意泰国波的 就一于 上Facebook 去看 东音波的Facebook page 今天 阿藤在这里 和大家 聊得差不多了 下次再收听 我们的开声看真 多谢大家 多谢Gary 多谢 拜拜 拜拜